啊等等 啊 说 在哪个房间 喂6666666 哎呀 放开我 别走我 放开 啊 你没事吧 你就是他那个 餐厅老公 吵死了 你 你他妈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你自己 说说你是谁 我是胡适集团的总经理 你敢打我 你不要命了 不敢打我 你就等着死了 明天的招标会 你们就别想了 你就是金南市首富 商会会者独一的小子 怕了吧 不敢打我 你就等着死了 那你要看看 到底是谁等死 好 你给我挡炸 滚 小小 你没事吧 到底什么情况啊 他们把我骗过来 陪什么李总 为了明天招标 这帮混蛋 看无废 我们先回家吧 走 别 李总啊 你别生气 这事真的是个愚蠢 这都不愚蠢的 我告诉你们 明天的招标会 你们就别想了 而且 以后你们再也不可能 跟我们胡适集合作了 哎 别 李总 说捏死你 我就能捏死你 那你试试看啊 现在回家 让你们的混蛋爹 都给我等着 哎呀 这怎么办 这不全完蛋了吗 这都怪这个林峰坏了 我们好事 哎 好那个林峰 你知道坏了我们 多辣好事吧 明天游乐场招标 那可是好几个亿的项目啊 我毁的还多着 林峰 你别太正狂了 我说捏死你 我就能捏死你 那你试试看啊 行 我们饶不了你 你们给我听 现在回家 让你们的混蛋爹 都给我等 我马上让你们尝尝 得罪我老婆的下场 林峰 你再能打也没用 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少费 记住我帮他说的话 给我等 行 我们等着 我看你能挖出什么花来 嘿 算了 我们哪里能实力找人 算账呢 不能算 欺负我老婆 不让他后悔一辈子 这帮畜生 这不是人干的事 孩子 让你受委屈了 不行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算了吧 我们哪里能实力找人算账呢 幸亏孩子没事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这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非要这么对我们呢 不行 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爸 你说的对 是饶不了他们 这次 一定要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一定要给小小投个说法 爸 是要找他们算账 但是您不用去 我去找他们算账 要不然是算了吧 我不想你们出事 不能算了 欺负我老婆 我让他后悔一辈子 那你准备怎么做呢 是时候摊牌了 这次绝不请到他们 我们现在就去乌家 定能叫他个天翻地 你的新生兵换汉 妈你说的对 说到底人家是有钱有权 咱们又没钱怎么斗得过人家呀 谁说我们斗不过他们 你们现在跟我走 我们现在就去乌家 定能叫他个天翻地覆 林峰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我之前一直跟你们说我的真实身份 你们就是不相信 那么今天我叫你们看看 我林峰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个林峰 要不去我家的事 咱先缓缓 你去新生兵换号 你们还是不相信 我再说一遍 我就是身价几千亿的冷峰先生 妈你说的对 你看林峰 爸你快开车 我们去医院吧 这事拖不得 哎呀 行行行 走走走现在就走 去什么精神病院 还真以为我是精神病啊 等着 喂 胡会长 我现在让你立马去乌家 带上那个什么总经理李总 林先生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让你去你就去费什么话 我今天就让乌家完蛋 好的林先生 我马上到 另外 再给我准备一个亿的现金 好的 我这就去安排 天哪 林峰 难道你真的是 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开车 你看林峰 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 金南市商会会长 也是金南市的首富胡一 天哪 林峰 难道你真的是 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赶紧走吧 今天非要好好治治他 好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开车 废物 都是废物 这点小事你们都干不好 我们真没想到 这 这林峰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们两个家一块都没打过他 早知道多叫一些人过去了 闭嘴 废物就是废物 这下 我们可就麻烦了 不仅拿不到游乐场的像 损失上亿 还因此得罪了李总 以后这日子 可怎么过呀 这李总真有那么厉害吗 要不然 我们去找胡适集团的董事长 胡一行不行啊 那是我们这个级别的人 你准备见的吗 我们能拍上李总 是 还要真敢来 我自有安排 你说得到清巧 胡一不仅是金南首富 还是商会会长 那是我们这个级别的人 能随便见的吗 我们能拍上李总 算不错了 现在 连李总员你们给得罪了 都怪那个林峰 要是没有林峰 这事已经成了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爸 你可一定不能放过林峰呀 我们两个今天都被他打了 那只能说明你们俩都是废语 连个小长林峰都对付不了 对了 林峰还说 他有我们在家里等着 来找我们算账呢 什么 来找我们算账 真是可笑 他要真敢来 我自有安排 什么红白 把您吹来了 我问你 我们最近都做了什么人呗 爸 您不是说 这胡一非常厉害吗 他怎么能到我家呢 我也觉得奇怪啊 这首富怎么突然跑我们家来了 是不是好像没关系 我想应该是吧 不管怎么说 首富能到咱们家 那一定不是坏事 那也未必 等他来了 看不再说吧 小贵 去这边门 不不不 我亲自去 我亲自去 哎哟 胡会长 什么风把 哎哟 把您吹来了 嘿 行了行了行了 哈哈哈 你们谁是吴家当家呢 胡会长 我是董事长 现在有我全程管理吴家的大小事务 你知道我今天来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啊 不管怎么说 您能来 我们吴家真是蓬毙生辉啊 这平时见您一面多难啊 你看人家气 行了 别拍马屁了 我不吃你这一套 我问你 你们最近得罪过什么人呗 什么 有人家过来 这 他一个小人物 他怎么能请动您呐 得罪人 没有啊 胡会长 您什么意思 不知道吗 你再好好想想 我们吴家 向来是不惹事 吴老师 不应该是得罪什么人啊 那怎么有人让我来收拾你啊 什么 有人让您过来 老会 你最近惹什么祸 得罪什么人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事啊 胡会长 您看看 您一定是搞错了 装什么 装什么活动 不 胡会长 我 我真不知道什么情况 林峰你们认识的 林峰 我认识啊 怎么 人是为他来的 你以为的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他一个小人物 他怎么能请动您呢 林峰是小人物 你不知道他什么身份 那 他不就是 我侄女 吴晓晓的老公嘛 也没有 什么其他的身份啊 笑话 我告诉你 你可是 船大 那有什么人 张嘴 他那有什么身份 这 林峰 郭会长 您有话 就尽管说 这林峰 到底有什么身份 他是你们惹不起的人 这说得有点夸张了吧 再怎么说 我们吴家在京南 也有一席之地 他一个在京南臭名昭著的 常见分 能有什么人 闭嘴 张嘴 你打我 你闭嘴 打你怎么了 你知道胡会长什么身份吗 我问你差者的份 会长 对不起啊 老杰儿子 不懂事 您叫去对 您叫去对 只是有一点我还不明白 这林峰 以前不就是 林家的养子吗 后来被扫地出门了 他那有什么身份 这林峰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了 老先生 我先去 胡会长 再去笑点高 林先生就是老公先生 老公先生 我先去 我先去